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国梁赛风施马 王浩离开国平事出有因 一哥马龙 获成最大赢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刘国梁 关注王浩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最新的被爆出王浩要离开国家队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 中国乒乓球队在近南呢可以说收获了一连串的好消息 首先在此前新加坡比赛当中呢 获得了所有项目的五块金牌 那么之后在多哈挑战赛当中我们的这个备选队员呢 就是二三线的那些队员呢 也是接连收获了金银牌 所以对中国队来说这些年轻主力的整体的成长 非常的不错 而这一切呢也都要归功于呢这背后这些教练组的努力 所以可以说我们中国乒乓球队想要继续传承下去保持世界第一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国平教练是非常重要 但是今日我们也知道呢那么在最近随着陈启离开国家队之后的话 王浩呢也同时被爆出 貌似已经离开了国家队 而且之后的话可能要 啊这个去网这个省队啊去工作 所以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那么很多球迷其实相当震惊的 毕竟在他此之前的话已经是有三位主教练了 分别离开国家队 分别是黄海城 郭燕以及陈启 那么这一次如果说王浩也离开国家队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四个教头已经同时离开 对国平教练组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在后续对于这些年轻球员的培养和跟进呢也会造成 重大的影响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那么大家都担心了刘国阳在这一次失去了四个得力助手呢 之后的工作很难开展 而且可能对后续的一些啊奥运周期的备战工作呢也会造成 严重的障碍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呢那么其实这一次啊王浩离开了其实是事出有因的 并非像外界所说的那些内斗的原因 更大可能性呢是因为他和陈启一样的 可能现在这个年纪他想把更多的时间呢 回归到他的家庭当中 毕竟我们知道现在王浩的已经结婚生死而且他的老婆跟孩子呢都长得非常的漂亮 可能对他来说呢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也想回到省队那边呢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伴家人 对他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王浩在国家对多年了可能确实呢也没有能够上升到更高的一个位置 所以可能留在这里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发展 因此综合考虑之下呢那么最终王浩才有可能在最近的选择离开了国家队 而且从目前来看那么其实啊我觉得王浩离开国家队对刘姑娘来说呢也并非完全是损失 虽然说他离开肯定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离开了 对刘姑娘来说呢也何尝不是一个 赛风 施马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其实啊这一最近的可能大家最关注就是马龙的动态作为一个老将呢 虽然现在还拼搏在一线但是呢其实对外界来说大家都觉得马龙呢很有可能是刘姑娘的 这个接班人 那么从目前来看不管是求商情商还是说他的一个整体指教能力啊都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可能这次随着王浩离开之后的话也不排除马龙在接下来呢很有可能选择退役之后呢 到国家队这边呢正式顶替王浩的位置成为国平的新的教练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对于刘姑娘来说呢一方面能够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迎来新的一些教练来填补这些离去教练的位置 对他来说也其实是一个意外收获 所以其实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那么对王浩他的离去肯定是觉得相当惋惜 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好的一方面 那么现在我们国平的整体也是人才积极的 随着这些教头离去之后他们可能要回归家庭了我们也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了会有更加年轻的一些人才球员跟教练的来顶上去 继续支持着我们国平的往下走 那么我们也接下来呢也不妨期待一下这些结果好消息的到来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次继续开心捞球拜拜